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它的全美排名是42名 学校也有非常久的历史 它是创建于1826年 这所学校是一所私立研究型大学 偏向理工类 它的学习氛围很好 那么这个学校跟其他学校不同的地方在于 它非常支持本科阶段的研究 学生是可以利用夏季的学期跟教授一起做研究 丰富自己的履历 相对于其他的大学 凯斯西处也更容易申请到研究的资金支持 所以如果有research方面想法的同学 这个学校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学校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 生活非常便利 那么这一部分也会在之后的讲座中具体提到 根据学校的一个最新数据 那目前校园的国际生比例是16% 所以学生们可以在校园里边找到 各个国家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好下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学校的强势专业 那在这边呢我们要介绍两个学院 他们也是国际生在申请凯斯西处时 最常选择的学院 第一个呢是管理学院 Wetterhead School of Management 那右手边的图片呢就是管理学院的教学楼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所非常有设计感的建筑 那这个学院的特点就是 它的财力非常雄厚 实资力量也很强大 并且这个学院在美国职场的认可度也非常高 它的商业项目是排到了全美的第31名 OK那第二个必须要提到的学院呢 就是工程学院 K School of Engineering 凯斯西处的工程项目是很知名的 它排到了全美43名 其中它的生物医药工程 还有化学工程都是全美领先的专业 像是生物医药工程 它在美国的专业排名是第13名 如果有想申请管理类或者是工程类专业的学生 凯斯西处也是个很好的选择 好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凯斯西处的职业发展方面 首先我们可以拿数据说话 凯斯西处的毕业生 它的平均薪资是在63000美元 这个薪资是远远超过于同级的其他美国院校的 所以可以说凯斯西处的毕业生 在美国市场上是非常认可度的 第二点呢是校友网络 大家知道在美国找工作 如果有校友帮忙内推 效果其实是事半功倍的 因此学生们是可以在大学期间 就建立自己的人际网络 并且积极地利用校友资源 那么凯斯西处的校友呢 包含很多知名人士 比如说Crick Lease的创始人 Crick Newmark 还有耐克运动协器店的发明者 Frank Nudy 还有诺顿下毒软件的开发者 Peter Tibbet 那么凯斯西处呢和校友的连结 其实是很紧密的 他们会定期请校友回来办奖座 帮助在校生做职业规划 第三个小点呢就是凯斯西处 它是有非常多的实习项目 比如说最著名的coop实习项目 这个实习项目呢是可以让学生 在毕业前完成为期两个学期的带新实习 大三大四的学生可以申请参加这个实习项目 为自己的履历增加一个砝码 帮助毕业之后找到一个很理想的工作 那么最后一点就是跟知名企业的合作 凯斯西处冬天跟夏天会有两次学校的校园招募会 会邀请很多公司包含世界top500的企业来学校招聘 学校很多美国的知名企业都是有很强连接的 在读生可以申请这些企业的实习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学校的一个强势专业 生物医学工程 凯斯西处跟全美第二大治疗癌症跟心脏病的克里夫兰医院 是有长期合作项目的 所以如果是学习生物医学工程的学生 就可以到那边去实习 这段实习经历可以帮他们在未来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好,那么下面一个方面呢 就是家长和学生们会比较关心的校园生活方面 比如说校园生活是不是很便利 那么凯斯西处呢 它是位于克里夫兰市的上城区 上城区是新建 所以设施很完善 附近有餐厅便利店等等设施 大学附近呢 还会有公交线路 交通很便利 大学区呢 距市中心只有15分钟的车程 克里夫兰也是一个美食城市 学校跟市中心有各个国家的美食 中餐的选择也非常的多 很多学校的知名主厨都在这边去开店 所以喜欢美食的同学可以不要错过这个学校 第三点呢 就是凯斯西处虽然是一个理工类的院校 但是它的文艺氛围是非常浓厚的 大学区里边有艺术博物馆 自然历史博物馆 还有当代艺术博物馆 凯斯西处的同学呢 可以凭借学生证免费或者是低折扣的进入参观 那么一定还要提到的呢 就是五大交响乐团之一的克里夫兰管弦乐团 大家如果在凯斯西处就读 可以在闲暇的时间去享受一场世界级的演出 最后就是如果有喜欢体育的同学 凯斯西处所在的城市呢 有很多知名的球队 比如说篮球方面是骑士 橄榄球呢是布朗队 好下面我们说一下 怎么样才能够 第一点呢就是很关键的一点 申请时间 这一点在申请中非常的重要 因为根据我们之前的一个经验发现 很多国际生在申请时 它的这个成绩申请各项要求都是可以满足的 但是就是因为时间规划错误 所以导致了申请的失败 所以这个申请时间是需要特别提醒的 那么秋季的申请时间呢 是分为两批 如果是提前批次的申请 它的申请期日时间是3月15日 如果是常规的秋季申请 它的申请时间呢 是5月1日 离今年的秋季申请的截止日期 还有半个月 所以如果想申请这个学校的同学 可以抓紧时间提交申请了 还有一部分同学呢 他想申请的是春季的学期 那么春季的申请日期呢 是10月1日 这边需要特别提醒一下 如果是错过了春季的申请截止日期 学生还是可以向学校继续提交申请的 如果你申请的这个专业项目没有招满 学校还是会审愿你的申请考虑录取 但是这一点只对春季学期有效 好下面我们来说一下凯思西楚的一个转学步骤 那么首先第一点就是准备工作 准备工作呢 包含首先你要确定申请的专业 因为不同的学校 它其实专业设置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大的专业方向下 还会有很多小的分支 而且不同专业的申请要求也不尽相同 所以你如果想申请凯思西楚 要先确定最适合申请的专业是哪一个 再提交申请 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以下的时间规划 比如你什么时间提交这个在线申请 什么时间完成文书 以及什么时间去补交材料 这些时间点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要向学校提交网身 以及一些关键的材料 比如说高中大学的成绩单 SAT或者是ACT的成绩 以及推荐信 推荐信这边要特别说一下 必须的推荐信呢 是一封 学生也可以提交额外的 是否提交额外推荐信 提交几封 这一点还需要看你具体的申请项目 还有你的具体情况 因为我们需要保证 你提交的所有推荐信 都是能够在申请中帮你加分 最大化强调你的闪光点 那么下面两项呢 就是说语言成绩 还有面试 关于这两点呢 我们需要特别的说明一下 关于语言成绩 凯斯西楚呢 是要求国际生 他的托福成绩 是在90或90分以上 或者是雅思成绩在6.5或6.5以上 但是呢 有一部分同学可以满足 免去语言测试的一个条件 如果学生是美高毕业 或者是从其他授课语言 是英文的学校毕业 并且你的毕业时间是超过两年 那么你是免足 那么你是满足这个 免语言测试的这个条件的 还有就是如果你的成绩 旧的ICT成绩 阅读方面是高于600 新的ICT阅读成绩是高于33分 ICT的英语成绩是高于26分 你也是可以免去提交语言成绩的 第二点呢 是关于面试方面的说明 在凯思西处呢 面试其实是optional的 是没有阴性规定的 但是学生还是可以向录取办 提出一个面试要求 这个面试呢 可以在校园进行 也可以和申请者的居住地周边的校友 去进行一个面试 OK 然后我们最后看一下 后人教育这边给学生 再申请凯思西处的一些小提示 首先第一点就是一定要尽早的去申请 这样你有很多的时间 去准备你的申请材料 打磨文书 或者是你的推荐信等等 第二点呢 是一定不要去上野鸡 或者是挂靠的院校 如果你目前在挂靠院校的话 也建议你尽早联系我们 我们可以帮你去转入一个 合法正规的学校 及时止损 不要让挂靠的学校 去浪费你的这个时间 第三点就是说 在学期结束之后 要递交完整的成绩单 因为有的学生 他可能申请的是 提前批次的这个录取 那在他申请的时候 他的新学期成绩单还没有出来 所以这一点要记住就是说 在完成申请后 补上新学期的最新成绩单 第四点呢 就是申请材料 一定要保证正确性 那么建议呢 是尽量一次性提交期权 因为如果你是分批提交的话 可能会影响你的这个申请进度 第五点呢 就是说你需要尽早计划 因为像是转学生的话 你还要考虑 你需要转入的学分 以及包含你新学期的 一个选课计划 所以是建议及早规划的 第六点就是面试 虽然凯思西储的面试 是optional的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 如果对自己面试表现 比较自信心的学生 其实是完全可以向学校 争取一次面试机会的 这样可以向学校展示你的 更多闪光点 然后增大一个录取的机会 好 最后我们要说的就是说 后人在凯思西储的申请过程中 可以帮你做什么 那么首先第一点就是GPA 成绩那是申请中非常关键的一点 有些学生可能目前还达不到 自己想申请的一个理想院校的成绩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 后人是有非常专业的学术辅导老师 可以去帮你提高成绩 帮你申请到理想的学校 其他的方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比如说申请的时间 你什么时间去完成语言考试 什么时间去补充材料 以及文书 推荐信的完成 还有去提交网身 补交材料 这些时间点都很关键 其他的比如还有像推荐信 材料的递交 个人简历 还有转学分的规划 以及文书 在线申请 这一方面呢 后人老师都可以帮到你 只要你这边有转学的意愿 我们是可以帮你规划 整个转学申请流程的 帮你能够成功拿到凯斯西处的offer 然后进入美国top50的名校 好以上就是我这边准备的 这一次的讲座内容 大家看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OK那没有问题的话 先这样 大家如果之后有什么其他问题 可以通过后人的官网 微信号或是公众号咨询我们 好谢谢大家参与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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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